跟大家四月一日星期六做一段正经短打 六的时候是星期五的晚上 现在内地不只是做新手党 也不只是做拐子佬 就是新手党和拐子佬一起做 捉到就行了 不好意思 捉到交给警察叔叔 接着证据不足获释 待会给大家看 发生在屯门的小康 今早上凌晨的一周股市大事 出街后 星期五晚上 01再有报料 特区政府会用一个月的时间收集数据 收集数据做什么呢? 就是赶索便宜价旅行团 有两件事 一定赶索 第一是零团费 第二是强碧购物 你问我 真的多鲠鱼 为什么呢? 一百元可以吗? 都可以 一百元怎么做 你说有没有强碧购物? 这件事是没有的 那些团员都不会认的 对不对? 你现在有没有证据 别人强碧购物呢? 你没有 它是强碧购物 也不会告诉你 对不对? 它预先在钱里扣了 然后给你个礼物 那就不是强碧 对不对? 那怎么为之合理的团费呢? 怎么为之廉价? 怎么为之正常? 没有界线的全球 是特区政府这么狠狠做这些事情 这个世界是没有的 如果零团费差,它会不会来的 它肯来,即是它可以 对不对? 那你说不要看 一来就是国内的人吵 二来就是不要看 香港是金融中心 那你也害羞吗? 你现在走出去看一看 那个尼敦道还有很多 拘捕的 你害羞吗? 对不对? 几多人审这个钟培权啊? 那些二五仔 当上宾那样 给他做这个恐慌证人 你会害羞吗? 不让Tim Mowen来 做这个辩护律师 时等旦说些话 那你会害羞吗? 怕什么呢? 是吧? 老了人都知道你不是金融中心 香港是金融中心 不过不是国际金融中心 才是声明 坦白说 你的地方这么便宜 来的人便便宜 便是这么简单 简单说一句 你当性工作者为例 百花撞百客 特朗普那些 不是上大酒店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便宜那些便是一流一缝 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你的地方便宜 来的人便宜 坦白说 他来香港 花六七十万 为什么要来香港呢? 对不对? 很正常啊 你问过我也是这样说 为什么那些外国人不来 我的钱不是臭的嘛 你问我为什么那些美国人 为什么那些欧洲人不来 我的钱不是臭的嘛 对不对? 喂 我为什么要赢你呢? 我去到日本 去到韩国 去到澳洲 安安全全 我喜欢骂政府也可以 你香港不行 突然间可能被人塌了 然后做了人质 那我就不来 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真的啊 你当性工作者为例 有些陪老板的 你身价高一点 那又怎样? 那便上酒店 你身价低的那些便是一流一 是吧? 很正常啊 甚至提供免费按摩服务 大家都知道 总而知你不是经常提供服务 那不当是 是吧? 所以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立法没什么意思 即是你再这样搞的话 只会连家团都没卖 我说的 即是说 如果你再这样搞的话 连这些团都没卖 那么业界便忽上路了 坦白说一句 你上得藏来是牵皮针 有人来你是移民地chip 对不对? 即是女儿都没一条 突然间有两三条女儿来 这么肉酸又没球 对不对? 喂! 有球美女不找你 对不对? 有球美女年轻贸美 又不找你 对不对? 对不对? 自己都不找盘水照 这个镜子 大家一定要小心 大家的街坊 市园是怎样的? 这是3月31日 让大家看看新闻 市园是在27日晚 有一个内地人 说普通话 姓王的 34岁 在27日晚上7点 王和女伴 带来一直不明小童 在港匡 港铁站一带 问街坊借钱 其间 一个姓陈的南街坊 可以了 给他360元 被另一个图人看到 怀疑是骗局 途人追上去截停姓王的内地男子 要他拿回360元 之后姓王的当然不肯 还有即时抱着男童走 这个男童究竟是否拐大 我们不知道 然后被街坊截停 报警 警方经过初步调查后 拘捕了他之后带回屯门警署 问陈伯 他有没有威胁你付钱 陈伯就说没有 没有威胁你 我自愿付的 他就说你自愿 那就没事了 好了 那怀疑拐大呢 喂 你正常的话 为什么要抱起个小孩 那个小孩是怎么来的 没有 不知道 警方只是说 你问人要钱不对 这样就放了 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非常小心 任何走过来问你拿钱 甚至是自己带小孩出去 一定要跟身 拖住 不要摆下 不要转身 特别是你推着BB车那些 一抱就抱走 小孩没有适应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这样搞 不能搞 我告诉你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我也觉得很无厉害 这个就是说 57岁的退休警员 之前就是一个泊车事件里面 和一个客货车司机 客货车司机 后下车 双方有些推撞 被他打了一拳 然后心脏病发死了 那一个官判了 他坐了50天 那官最后判了什么呢 最后判他就是普通襲击 那连告他 就是杀人的罪名 都完全不成立了 那只是被一个普通襲击的罪名 因为他已经坐了50天 普通襲击判了7天 所以当庭释放 那官还说 我真的觉得 怎样说呢 那官觉得 我真的很伤心 那你儿子当时看着 他父亲被人打死 你说些话有用吗 坦白说一句 我说的这句 喂 他不是退休警 立刻你死了 已经立刻告你一级谋杀 告诉你 喂 大哥 即使双方大家有推撞 你都不会告普通襲击 是吧 你都控告他 即是蓄意伤人 或者严重伤人 对不对 那还不是严重伤人吗 喂 他之前没事的 在开货车 被你咬了一锤之后 跟着心脏病发死了 那还不是严重伤人吗 即使你不控告他谋杀 我当他不是 大家都没心 喂 你都控告他严重伤人 是吧 不控告他普通襲击 坐了7天 因为他已经拘留了50天 当庭释放 你看看死者的太太怎么说 法官偏向被告不公平 所以香港现在就是这样 真的 大家做所有事情都要小心一点 好了 到下一个 我曾经在patreon说过 我曾经在patreon说过 大家应该在网上 我之前说过的 他的儿子 他送了个儿子去德国读书 读了两年 中间他曾经去过德国探讨他的儿子 他也有这样跟我说 他没有BNO 他纯粹是用这个特区护照 他觉得海关职员 英文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他觉得那个人是有意刁拦他的 因为他是用特区护照 他没有BNO 那些东西问完又问 那些东西又说完又说 就是重重复复地问他 就是和政府有什么关系 之类之类的 所以问题就是 你说香港的商界担忧 并不是没有理由 是有理由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和美国做生意 很多 和美国做生意 或者是和美国公司有生意联系 甚至有机会 你是有财产在美国的话 他有朝日突然间不认你的特区护照 那你就会坏 短期内不会 时间长很难说 所以很多未来 我不是叫你去移民 因为移民这个题 我们讲了很久 我也不再重复 但是问题就是 不是一定BNO 比如说你有加拿大护照 或者是澳洲护照 甚至是日本 或者是韩国的话 其实都是有用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想去 大家知道他们是联成一线的 特别是欧洲和美国 他一不认你的特区护照 那你真是玩完了 其实 因为你有生意做 你连特区活 你连去都去不了 你明白吗 你想去都去不了 我不是叫你移民 因为移民这个题 我们讲了太久 但问题就是 留下多一个 第二个西方国家承认的护照 有什么问题 你都能去到 所以 我当时 我在Patreon也说 为什么我要拿BNO 我不是想移民 而是说 将来 如果有什么事 我要去欧洲 或者我要去美国的时候 我已经想到 特区护照 他们可能会玩 其实不奇怪 我有跟大家在Patreon里说过 我说 当我申请这个特区 这个BNO的时候 因为当时 九几年我是逐个BNO 但中间我停了 我传到过去的时候 他有我之前的记录 他就说 我需要多一个人endorse 我用了我太太 现在移民过去澳洲的朋友 他老公现在还是移民之中 因为他老公不是澳洲籍 但他就是澳洲籍 他之前在澳洲读书 他是澳洲籍 接着拿BNO 他是他帮我endorse 他帮我endorse 然后把那些资料 传到英国那边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他确定了我 接着我就收到BNO 所以问题就是不奇怪 如果美中的关系再恶化的话 他不是把你当作中国的护照 他会给你很多限制 如果你中国再跟伊朗 塔利班 巴西再走在一起的话 俄罗斯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到时香港其实很无辜 为什么呢 香港大部分的商人 譬如何柱国 或者是立法会议员 行政会议成员 这一群 其实很多 真的跟美国有联系这么多年 如果特区护照 他一不承认你没有另一个护照 你真的站在那裡 真的真的站在那裡 那你的资产怎么处理 你急事去不了 那你找谁去 他甚至不承认你 那你更麻烦 就是他当你共产党 所以大家要想 我不是一定叫你拿BNO 其他外国护照也可以 起码一件事多拿一个 你看看现在 我们之前不是说 为什么这么多公务员 甚至有些局长是不做 他不做那份工 为什么 为什么都不宣誓 就是怕这一步 你现在申请外国护照 你现在申请外国护照 当他一知道你有宣誓 可能立即说不 你宣誓了 对不起了 即是你不可以拿这个护照 甚至你入境的时候 你逐证的时候也有问题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公务员 宁愿不做 他都不宣誓 原因就是在这里 即是他们已经看到将来会这样走 其实 我觉得短期内不会 但是你说如果美中关系 再恶化下去的话 很难说 美国有问题的话 欧洲都有问题 是一样的 日本那些我不知道 大家自己要 pay attention 好了 今天是星期六 祝大家星期六愉快 周末愉快 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